今天好读书 看我们读什么书 我们今天准备是 你讲说那些话 有时候就会变成 你支持反面观点的 另外一条证据 真的有这样的电吗 还是是说是像台湾的算命摊 我知道我是谁 或者是我不知道我是谁 都是可以被接受的感觉 你可以直接超出我临界范围的 这份不断地变化 场景不断地变化 不断地跳脱规则又进入规则 我们更能彰显出 我们自身是谁 感谢观看